第四卷 第一章 信用卡 我说啊 你抖完了没有啊 知道什么叫丢人吗 猫爷带着眼罩 十分惬意的躺在头等舱的座位上 王许不满道 我卡 你闭着眼睛也知道我在抖 废话 你连声音都在抖 你既然那么怕坐飞机 直接买火车票不就行了 起飞时叫了像个女人一样 现在在天上又发抖 亏你还是第一害是个猎鬼者呢 王许的声音依旧在抖 我也是第一次坐飞机 我怎么知道那么吓人呢 起飞的时候耳朵爆疼 叫两声也不行啊 头等舱的机票 可是我买的 还有啊 老子已经有将近十万字没有出产了 我可是主角啊 你太太太嚣张了吧你 猫爷十分不耐烦的回答 喊什么喊什么 要不是我 你能混到那五十万奖金吗 不就是一张机票吗 你知道帮你买短期巨额人寿保险 花了我多少钱吗 你还好 好意思说呢 新人评估你一堵外围到底赢了多少 怎么都说得该分我一点吧 这猫爷的嘴角啊 泛起了一丝冷笑 我是准备分你一点 不过你还欠我不少债 所以抵消了一部分 我欠你多少债 抵消了多少 全都是你自己心里的一本小黑账 我连知情权都没有啊 完全正确 王许停止了抖动 空姐 能不能把这个人渣扔下去 这两个人在飞机里戳着相声 很快引起了某人的不满 这位也是王许的老朋友了 杀狼人那天晚上 他十分快乐的玩了一把四人史克维尔游戏 引出鬼了以后 骑兵给了他一张符 让他逃出了鬼境 那晚的经历 使内心十分脆弱的威廉同学 承受了巨大的打击 随即在家歇了个个把月 这一天他正好心血来潮 准备到苏州去散散心 这位二世祖 当然是要做头等舱的 不过他没想到 头等舱居然还有这么烦人的家伙 在后边唧唧歪歪的 当即就感觉非常的不爽 他蹭的站了起来 三步并两步 直接冲到王许和猫爷的座位前 吵什么 这里是头等舱 你们烦不烦 吵到本少爷头躺 猫爷掀开了眼罩 和王许一起抬头 看着眼前这位熟人 他们的眼神一开始 还是十分友善的 但短短的两秒间 这两人的目光 就变得异常猥琐和邪恶 威廉不认识猫爷 但他看到王许时 就已经后悔了 自从那天被王许暴揍了以后 他就认定了 这家伙是很有背景的那种黑社会 自己怎么说都是副局长的儿子 王许多次袭警越狱的事迹 他后来也就知了 最离谱的是 这家伙屡次都没事 这不是背景是什么呀 打不过 是不是 后台又没人家应 几乎在说出口的瞬间 威廉就已经后悔了 威廉同学 来 借一步说话 王许勾肩搭背的 把威廉拉到自己的座位坐下 头等舱的位置 本来就多数是空着的 他直接摁摁摁在了 王许和猫爷之间的座位上 冷汗已经流了下来 你干什么 我爸爸可是 猫爷的手也勾到他的背上 直接打断道 你爸是干什么的 那我们是真不感兴趣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 他指着王许道 他是孙悟空 然后笑着说道 我是那天那个算命的 威廉的表情瞬间僵住了 他脑海中出现了许多不太好的回忆 王许又道 黑猫警长今天不在 让他 他让我跟你带句话 说他挺想你的 想和你再玩一个游戏 这下威廉的声音抖得像机关枪一样 两位维护世界和平的烈鬼者英雄 十分淫荡的交换了一下眼神 然后王许继续说道 我们和你们一样 也是去苏州旅游带 不过身上没带多少现金 你说威廉东西 既然大家那么熟了 那吃饭住宿餐观光瓢记 这些费用不如你暂时垫一件吧 威廉艰难的咽下一口口水 绝对没有问题 这是小意思 大家好兄弟讲运气 说实话 我对两位的景仰 有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免你妈了个脖子 猫也又打断道 回自己座位坐着去 下飞机的时候 我们会来找你 威廉灰溜溜的走回了座位 此刻他很想说上这样一句话 空间 能不能给我个降落伞 广播里传来了广播声 各位游客请注意 本次飞行的目的地 这短暂的旅俗也算是结束了 降落的时候 王许又尖叫了一把 猫爷连带着受到众乘客强烈的鄙视 他们一左一右夹着威廉下了飞机 所有的行李都由他一个人提着 看来这个冤大头这次是注定要请客到底了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居然还有人来接击 远处举着一块大牌子 上边写着王许古尘两个字 王许啊 起初以为是水应谣 随即被猫爷骂了声傻子 哪有约人来战斗 还特意过来接你的呢 决斗前当然是不见面的好啊 两人走进了一看 没想到是大美女凝峰 威廉老弟虽然也算是见过世面 不过此刻他算知道了什么叫一清人城啊 一一顾清人城再清雇人国了 一眼看去他连站都快站不稳了 嘿嘿哎 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啊 哎不过我先声明啊 美女就算在你的地平 你想约我也是不可能的 宁峰真的不想和王许这种没脸没皮的人再谈论这个话题了 他嘴角干抽了两下 哦 那还真是遗憾呢 威廉此刻的智商已经降到了零了 他丝毫没有听出这句话是反讽刺的意思 反而以钦佩的眼神看着王许 看来你这小子果然对上陵雪是深情似海 不死不休 连这样的美女你都弃绝了 我威廉打心理叫你一声蠢爷们 哎 怎么没见段飞那小子 不敢见我吗 猫爷追问的 弟弟他有很重要的任务离开苏州了 不过你的战斗他是一定会看的 旁边举牌子那位大叔啊 吱了一声 生怕自己的存在被完全无视 宁峰吐了吐舌头 我来介绍一下 这个呢 是我的舅舅邪武阳 非要跟我过来看看 S是那个有名的猫爷长的什么模样 是不是三头六臂 邪武阳凑过来和猫爷握手的 哎呀 你就是猫爷吧 哎 这孩子二十多了 还那么不懂事 前些日子 有劳您多照顾了 猫爷笑着点头 客气客气 应该的应该的 他的回答真的很无耻 哟 这位就是这次新人评估的第一名 王许吧 真是英雄初少年啊 哈哈 这个灵石已经相当厉害了吧 行武阳边说边拍了拍王许的肩膀 为了套近乎 他居然夸奖了王许的灵石 在猫爷看来 这言不由衷也太他妈过分了点了 威廉还是一脸痴呆的望着宁峰 刚才美女吐舌头的可爱模样 实在是娇羞动人 沉鱼落雁 毕业修花 车会人 啊不对 这穿跑笛了 让他至今没有回过神来 直到行武阳挡住了他的视线 用疑惑的眼神 看着这个没有丝毫灵石的傻帽问道 这位是 王许眉眉一抖 十分得意的勾着这冤大头的肩膀回答 我这位可厉害了 这个就是和世界著名威傻齐名 绰号信用卡 人称一卡在手 扫遍群下的威廉老弟 哦 原来是威廉老弟啊 那个 几位初到苏州 我们也应该静静地主之宜 今晚家主已经摆下了接封宴 请两位务必给个面子 两人眼光 眼冒着金光 中气十足 异口同声的说道 有蹭饭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第二章 鸿门宴 这一天过得很快 王许和猫爷是下午三点下的飞机 找酒店安排行李 马不停蹄的这么忙着 很快就天黑了 即便有宁峰和邢武阳开车送他们 两个人还是累得半死 威廉直接被他们扔在酒店负责去付各种账单了 途中啊 邢武阳也问了他们那个威廉究竟是怎么回事 两人就闪烁其词的解释 说是一个一般的朋友 于是就把邢武阳给糊弄过去了 而宁峰心里清楚得很 这两位干的够当 不是绑架就是勒索 反正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当天晚上七点 两人终于来到了宁家的门口 眼前的豪宅只能用一句话形容 看不懂 因为引入他们眼帘的这已经不是一栋屋子了 而是整座山 王许问道 哎 这里全都算是你们家呀 宁峰理所当然道 对呀 怎么了 对王许 这种曾经以宅男为人生目标的人来说 很难想象 仅仅一家子为何要住那么大的地方 这有山有水 豪宅林立 风景如山 设备齐全 说是个度假村 他倒是相信 猫爷倒显得不以为意 那宁家本来就是干房地产这行 在苏州是根深牢固的很 要追溯这个豪门的历史 可以一直查到几百年前了 考虑到他们家还有许多亲戚 以及管家 佣人等等 这样的阵势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沿着车道而行 两人算是见识了一把 什么叫财大气粗 周围全是经典的欧式别墅 时不时又冒出一栋 纯中式的古典建筑 让人 让人有一种时空的错乱感 而这些豪宅和周围秀丽的山水 搭配起来 丝毫没有不协调感 反而让人觉得 是别有一番风味 正在王许和猫爷 满脑子想象着今晚的接风宴 会是如何的大餐食 宁家的家主 也就是宁峰的父亲 宁天德 已经摆下了鸿门宴 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要说他准备在这顿饭干些什么呢 没有人知道 反正是不怀好意的 当然了 下毒放歇药之类的事情 他是不屑于去干的 应该就是借吉立威 出出王许和猫爷丑这种事情了 之所以要这么干 也绝对是有原因的 首先 宁家在苏州的猎鬼界 向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历代都是人才辈出 同道建了宁家的人 多少有给些面子的 而城市的最高负责人 千锋的称号 一般也是由宁家的人来担当 说到这里 问题就浮出水面了 水应遥是何许人也呀 那个神秘的水家主 早在多年前已经家道中落 虽说近几年 出了水云姑这个超级天才 但也实在是人丁担保 看样子 很难再有东山再起的一天了 而水应遥本来在S市 待得好好的 傅安定死后 所有人都以为 他要接任猫爷的位置了 谁知道突然就杀到了苏州 还大出了风头 正巧前任的千锋 还在这个档口殉职了 水应遥凭借着如日中天的实力 和功绩顺理成章的 接任了这个位置 前些日子竟还当上了 新的楚江王 这一系列的事 无疑让宁家的头上的光环 暗淡了不少 那么这些该怪谁呢 答案是呼之欲出 猫爷 关于猫爷和水应遥的那档子事 在猎鬼界 也有着好几个版本的流言 流传最广的版本 是始乱中契版 广大的人民群众 对这种相对八卦的解释 还是习十分喜闻乐见的 而被认定为公认的官方版本传言 还是和傅安定的事件有关 似乎是因为猫爷这人做事 做得不够仗义 导致水应遥愤然离去 反正知道真相的只有那么几个人 其他人呢 也都是云里雾里的瞎猜 但这两个人 理不清道理不明的关系呢 是肯定的 总之水应遥来苏州 抢宁家的饭碗 猫爷要负上主要责任 还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六年前那次新人评估了 段飞作为宁家年轻一代 最杰出的猎鬼者 以远超同龄人的 惊人实力去参赛 结果呢 遇上了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开堂手古臣 最后还一败涂地 反而成就了他人 这一切的一切 都让宁天德对猫爷这个同行 产生了非常不满的情绪 作为家主 他肩上有担子 思险上有包袱 心理上有压抑 适当发泄一下不爽的情绪 是很有必要的 于是 这鸿门宴 就出来了 当王许和猫爷 走进那栋如城堡一般奢华的主屋时 眼前富丽堂皇的盛大场面 着实让他们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了 香槟树就摆在大厅的中间 已经有不少苏州的猎鬼界同人到场 基本上都是西装革领 正装出席 宁峰好像不是很喜欢这种人多的场合 或许也因为他心里清楚 自己父亲打的是什么算盘 所以很快就到别离开了 引荐王许和猫爷的工作 就由熊武阳来完成 两人并不十分客气的和宁天德打了个招呼 这位武师出头形象伟岸 彬彬有礼的家主 在他们面前似乎面子还不够大 宁天德也万万没有想到 这两个人竟然如此的嚣张 自己虽算不上德高望重 好歹也算是很有辈分的 居然完全被他们没放在眼里 看来今天不教训教训他们 是肯定不行的了 按照计划 第一步就是这两位的装硕来做文装 其实啊 宁天德把晚宴搞得那么隆重 又特意让来宾们穿上正装 就是想让王许和猫爷显得显眼一些 从机场马不停蹄忙过来 两人肯定是没工夫换成正装的 所以肯定会中招 但是宁天德忽略了一点 他们两个不管干什么都会很显眼 这两个穿得十分休闲的家伙 打完招呼以后就心急活了的直扑向餐桌 香槟当作漱口水 龙虾试为口香糖啊 其实他们不是有意要对这位家主不敬的 他们只是一进来这屋子 一进屋子心就飞到吃上面去了 这两个屌丝的内心还是非常感谢这位请客 白吃白喝的老宁的 这古臣和王许啊 就这么郎春虎艳完全不顾形象 想要不引起注意都难 看他们如此的奔放 其他猎鬼者反而觉得自己的行为太过斯文了 本来嘛 大家平日里就是打打杀杀的 还装什么上流社会啊 于是啊 着装问题完全就够不成问题 王许和猫爷啊 肆无忌惮的行为 完全把这种小事啊 全掩盖过去了 宁天德嘴角抽动了两下 决定实施啊 第二步了 勺子敲击酒杯的叮叮声响了起来 吸引了众人的视线 宁天德站在大厅的中间道 各位各位 感谢啊 非常感谢今天大家光临韩社 你们的光临使韩社旁壁生辉 客套话呀 就那么几句 但你还是得说 就算你家装潢的比英国女皇家还豪华 你也得说那几句寒酸话 当众人听了这些废话时 这猫爷和王许啊 稀里哗啦的就餐声依旧不断传来啊 细心的朋友可以注意到 宁天德头上的青筋正非常有力的颤动着 终于啊 他的话进入了正题 今天这次宴会 主要是给S市来的两位同道结封 这两位相信大家也都听说过 正是S市的最高负责人猫爷 以及今年新人评估的冠军 鬼谷子王许 他这话还真没引起多大反应 因为这俩人啊 早就成了焦点了 不认识他们的人 跟旁边的人通通气也就知道了 这两位都是猎鬼界 年轻有为的高手 可以说前途不可限量 年纪轻轻就有如此的成就 实在让我苏州猎鬼界 喊严啊 他这话就把直接把这两人 放到了整个苏州界的对立面 可谓相当老了 话说到这儿 却见王许怪叫一声 就冲上去勒住猫爷的脖子 另一只手死死扣住猫爷的手腕 那手腕上拿着一块 沾满了鱼子酱的鸡腿 我大了半天了 怎么会让你得抢呢 猫爷这王许憋得脸都红了 显然在力量上处于下风 因为你太天真了 才让我解线成的 猫爷正兴奋兴奋的 把那鸡腿往嘴里送了 他们俩人倒在倒在地上 又换了个姿势 老宁正介绍你呢 现在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你就不要摆架子了 快去和大家打招呼 我怎么听他在介绍你呢 新人评估的星科冠军 现在可不是我跟我抢鸡腿的时候 你快点过去吧 这时候全场的戏份 怎么说呢 那简直真是握了一个操了 和这两个人共同呼吸 这世界上的空气 已经足以让人羞愧难当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鬼喊抓鬼第四卷的第一章 第二章的故事 预知后事如何呢 我们休息五分钟 稍后继续播讲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一句